在今天白天全台湾温度偏高 不只是台湾哦 连马祖金门的温度也都飙高了 我们就来看看今天的四个高温的地点 最热的地方台北市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7.1度 第二高温的地方就是在马祖了 中午的温度到达了36.6度 嘉义的温度在中午的时候在35.8 可是呢金门的温度到了35.1度了 为什么会这么热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太平洋高压笼罩在台湾上空 甚至延伸到了浙江福建呢 高温的天气要持续到明天 随着到了后天太平洋高压开始减弱 礼拜五的时候呢 北方的高压要带进来东北风了 所以高温的下降幅度有6度之多呢 也就是说从礼拜五开始到礼拜六 礼拜天台北的高温约在30度 舒服一些 我们就来看一下卫星云图 卫星云图上先注意到从日本南边一直延伸到琉球 再来到了大陆的华中地区 这一条呢是什么一个封面云带 而封面云带没有下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北方高压偏弱 太平洋高压偏强 而且整个高压势力我们注意到 已经进到了广东的位置了 而在明天高压的势力仍然比较偏强 我们在这么大的一个稳定的空气块下面 相对的午后阵雨呢也不会发展 不过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高压势力开始减弱 我们的午后阵雨开始增多 到了礼拜五呢 高压退了 北方的封面开始下来了 所以呢星期五的时候 北部地区有点零星的短暂雨 随着东北风白天开始吹进来 相对的温度形态来说 开始变得舒服了 周休假期往北走 早晚骑车要夹外套了 就来看一下温度了 先注意到晚上的气温在26 7度 白天的高温北部37 中南部也在35到34度 外岛地区明天依然有机会 在35 6度的高温 小丁宁给您个提醒 特别注意啊 清晨黄昏阳光墙 这行车的朋友可要注意安全 五在两个前 ikv 车 三黄昏阳光墙